他哭着进去 因为弟弟也在 然后几个小朋友哭着进去 然后只看到他额头上都是血 蔡女士说 女儿今年9岁 看到女儿额头出血 立即带去了医院 后来孩子额头缝了五针 他带我过来 他说在这里受的伤 就是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就是这个环色的字条 就是这里一截 这里一截 那里一截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巴掌大 这就是他们物业所说的保护措施 那当时孩子是撞到了哪里 撞到了这里 尖角的位置 对对对 那当时有这个软件 没有没有 是他们私后贴起来的 当时吃饭的餐厅 在杭州美好生活田园邻里中心里面 出事的地方是个角落 这里有个通风景 通风景上方有木质格栅 格栅上方放着一块玻璃 采访时 玻璃的尖角处已经贴了软包 一圈缠了警示的胶带 蔡女士说 自己了解到 女儿当时没有跑 就是在台阶转身时 撞到了玻璃的尖角 超出这么多 她说是为了胆下面的东西 有十公分以上 起码十公分 她说是个通风景 你可以做通风景 我觉得你应该做好保护措施 今天就算不是我女儿 也有别人会撞到的 这个从房子做好以后 就这个项目开了以后 就已经在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管理事务 所以我们积极配合 她何须的 比如说就医 包括她提出的一些问题 范经理表示 这块玻璃在她旧之前就已经有了 接下来 他们会更换一块贴合通风景边缘的玻璃 定制大概需要半个月时间 他们买了公众责任险 已经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蔡女士取得联系 我们看的都是饼类的药 保险公司基本不赔 对 然后去吧贴也要外面买 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态度是说 我当时叫他们垫付 他回我一句 我们没钱 范经理表示 蔡女士也把此事反映给了社区 他们还去司法所调解过 这边是第一个是 医药费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毕竟这个事情 就在我们项目上 我们是有责任的 第二个呢 她提出的这个去吧贴呢 我也跟她讲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公司呢 会尊医 就是医院的医生呢 就建议妈妈就说 这个小朋友呢 可能要贴半年的一个去吧贴 那我们也没问题 蔡女士表示 沟通其实没有那么顺利 目前医药费花了一千五左右 她女儿是疤痕体质 额头的伤 目前不知道会不会留疤 她现在有两个方案 一是范经理这边 派人陪他们去整形医院 看看接下来还需要什么治疗 根据医主看病报销 二是一共赔偿他九千三 接下来 如果后期还有治疗 也不会再找过来 说怎么治 因为他们一直就说 先行医院 因为当时买去吧高的时候 他不买的 因为那时候医生还没送 女儿还没去拆现 我说要买去吧高 他都说 这个我还去执行一下保险 就什么东西都要去执行保险 然后就是一直在 不愿意赔这个钱 整体的费用是一千四百多 对吧 十四求是 那么现在的话 就他提出来是 他要九千三 那么我们公司的诉求 能不能少一点 我们提出来的诉求是五千 他说他不愿意少 现场双方没有谈拢 后来双方约了再去司法所调解一次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